車輛泡在水中動彈不得 水淹超過半個車身 再往旁邊看搜救人員 全泡在水裡 水深超過成人腰部 4號新北京山大雨 淹水災情慘重 直擊民眾全困在民宅二樓 因為外頭的水深 已經超過成人腰部 只能靠著消防人員 開著橡皮體來回搜救 越美路面成了汪洋 消防人員忙得不可開交 一戶一戶確認狀況 山圖爾颱風登陸後 在全臺帶來強風豪雨 雖然在4號解除颱風警報 但在北臺灣出現嚴重災情 尤其在新北市金山萬里 許多地方溪水暴漲 連起來維修的工程人員 也被洪水困住 萬里大棚裡晚間 持續降下豪雨 除了淹水也造成土石流 一名和二廠員工行進山路時 車輛被土石覆蓋 幾乎滅頂 消防人員挺進災區 展開救援 先把人救出來 確認安全無餘 同樣受困的還有他 百萬名車被突如其來的大水 直接滅頂 能源公司的總工程師 想說颱風過後巡視災情 結果自己也被困住 最後驚險脫困 巡視現場完 我要下山的時候 要回青山辦公室 結果突然左邊就是有 水 類似泥沙跟碎石下來 然後就把我車子帶牽動 就是滑出了 離開了車道 我有路面 那只有一個輪子 就屌鏈就沒辦法開 藝人孫安佐4號正巧在金山工作 團隊因為雨勢受困無法移動 連車子都被大水淹沒 山陀兒颱風回力標 雨淡狂襲北臺灣 金山區單日累積雨量 更達到驚人的六百毫米 造成多處淹水 直攀淹水能盡快退去 民眾才可以開始清理家園 山陸新聞綜合報導